在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育法實施之後 其實以前我們台灣有很多產產店 所謂的產產店就是有很多野味 像我們剛才我們去了廣東 然後去包狗兩斤送一斤 其實以前我們台灣的產產店賣了很多野味 可是自從野生動物保育法實施之後 那這個情況就比較改觀 像有很多以前都很喜歡養鳥的 或是他們會去抓像藍雀 一些比較漂亮的 然後像猛禽有時候會去抓去做標本 那這個後來我們國家剛成立的 像陸陸續續成立的像國家公園 其實這些單位都是在保育為主 那慢慢的推行 然後再加上後來我們生活水準 又比較提高 然後我們有做休二日 大家比較會有一些休閒活動 那賞鳥一直是我們一直在推廣的 希望民眾多參加這樣的活動 然後來認識野外的環境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的野生動物保護的環境 其實越來越好 對環境的保護也未來好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環境破壞的問題 但是都是我們民間的力量 然後去一直強迫政府去重視 說這些環境我們要保護 因為這樣子其實對我們的後代子孫都會比較好的 那關於這些陸星種其實都是一些外來種 就是我們台灣有很多人喜歡羊羊 然後就是本地種不能抓之後就是用進口的方式 然後羊一羊可能就不羊的就放種 另外一個是我們台灣那個宗教的放生 其實這個是對當地的物種造成很大的干擾 像你剛剛講的那個麻雀 我們台灣有兩種麻雀 一種是三麻雀 三麻雀是主宰比較山裡面的 可是麻雀被大量放生之後 其實麻雀現在數量也都比較少 然後那個白尾拔哥這些都是其實都是因為民眾 就是那種宗教團體大量的放生 然後威脅到零本棲息的物種 那本地的物種就越來越少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一直在歸勸 那個宗教團體就是放生的時候要注意 聖賢物種 所以我們一直有在做這樣子的推廣活動 當然宗教放生要推廣是很難的 因為他們覺得有一些 其實我本身也是形容佛教啦 但是我覺得放生有很多種方式 你如果可以知道說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放 什麼樣的東西不能放 其實都是有這種效果 那我們現在可以改變一個方式 我們叫附生 如果宗教團體願意去支持友善農友 多多去買那些友善農種屋 其實這樣子農屋不用只用農藥 就不會造成殺生 那其實也是一種復生 也是一個救生的方便 謝謝